最特別的地方是我淋了整整十個小時的人造雨 那個是唯一乾的時候在吃飯的那個半個小時 而且還是半乾 還沒全乾 所以一直都是濕的 那到最後還會有一點點冷 我覺得那個 而且那雨是下的非常大 所以你在這麼大的雨當中 你還要把眼神啊 講話啊 表情 都要傳達得很清楚 其實還蠻特別的 我覺得跟霍華的這個關係喔 在我們第一次碰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沒有 我們沒有一開始就把他推向 比如說這兩個人就是互相怨恨對方 或是推向這兩個人是好朋友 我們讓他其實是蠻居中的 因為在那個過程裡面 坦白說我自己在想像裡面之後 齊瑄的選擇的時候 也許我要選擇中醫院或夏寅村 但也許會出現多一個選擇就是 蛤 我這樣子會傷害到霍華耶 我覺得 對 我覺得這個關係加進來以後 就對我而言他不單純的那麼單純就是一個情敵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霍華他完全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 常常去在看我們的中間的一些關係 我們兩個的關係甚至可能夏寅村是我們三個人的關係 可是其實事實上他其實也在關係裡面 所以他以為他是旁觀者 可是他其實就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那個角色在講出來的話 會很有趣 他有時候很多話都很有趣 你不是不想講嗎 我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有看到後續最新的劇本走向 因為講那麼多其實那些都已經是看過的東西 大家還是希望要看到 還沒有看到知道精采的劇情 對 就是 景華一開始 就是中午宴這個角色最大的就是特徵 就是他的胎記嘛 對 有可能 出現變化 在後面的劇情裡面 蛤 有可能出現變化 然後 剛剛還有誰的 你的 霍華 有可能 出現變化 在我們即將拿到的第七集裡面 所以 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會發生什麼變化 其實真的要繼續的鎖定 每個禮拜天晚上十點鐘 才是 中午宴